第0851章 探险团的邀请 长着无毛肉异的飞行怪兽 外表猙獰 且丑陋 力量狂野而凶悍 还有那似乎曾在乃听过的奇怪尾音 等等 这莫名熟悉的声音 不是来自那只与灰烬格外亲密的白鸽吗 落家脑海中 忽然闪过一个构想了许久的形象 莫非这才是真正的 麦西 他下意识地喊道 狼 狼居然说话了 狼 巨兽发出一声怪叫 瞪着眼 向后连退了好几步 这一举动 让狼女的动作 顿时僵在原地 一时不知道该不该扑上去 虽然不清楚 对方为何要发起偷袭 但这也算是一个 鄙视的好机会 只是看到巨兽一脸惊慌失措的模样 他又怀疑起 到底谁才是 被袭击者来 是女巫了 嗯 头顶忽然传来了另一个声音 清脆中带着一丝稚嫩 你是谁 为什么会认识我们 我家仰起头 不由地微微眯了眯眼睛 原来半空中 还漂浮着一人 位置 正好和太阳重叠在一起 四目的阳光 从他身边绽放开来 只能隐约看到 他飞扬的金色短发 和手中一把闪着荧光的武器 这家伙 虽然看上去年纪颇小 战斗经验 却意外地丰富 背向太阳 令对手眩目的技巧 不是一般人能掌握的 既然没有鄙视的意思 洛家也收了手 他尽管喜欢挑战 但不是那种 不管对方愿不愿意 都要纠缠不休的无理之徒 加上灰金那句 跟麦西为敌者 最后都会倒大霉的道歉 在独自修炼的路上 还是少惹点麻烦比较好 他放下口中的行囊 重新变化为人形 我是来自沙漠之地的洛家 焚火 随灰金和安德利亚 来到此地 路上时 他曾提到过 嗯 麦西 那 我想起来了 巨兽的身形 也随之迅速缩小 眨眼间变成了一个 直到他腰间的小不点 雪白的长发 几乎拖到了地上 去接灰金时 我见过这个人姑 她没提过我 小姑娘不满地嚷嚷道 你的名字是 闪电 西晋最伟大 不对 是整个辉宝最伟大的探险家 她说完后 一头扎了下来 落在狼女面前 你好好记住了 胡 你为什么要脱光衣服 麦西好奇地打亮着她的胸口 又摸了摸自己的 这里 也是变出来的吗 胡 闪电收回 敲在麦西头上的手刀 能力差异而已 你就不要盯着人家看了 落家披上外套 那你们 袭击我的理由是 我原以为 你是只变异了的雪狼 她收起自信满满的神情 又有些不好意思道 收拾仍在蛮荒地徘徊的邪兽 为城堡带去新线的猎物 以及监视整个西北方 都是我们的工作 还有掏鸟窝 摘风潮 和考野未孤 那不是工作 闪电连忙打断道 总之 这个区域几乎没有人来 加上邪月又刚过去不久 所以 原来如此 落家点点头 接受了这个说法 北逢邪魔之乐 北国边境 就会变得危机四伏的传言 她倒是不止一次听人说过 与四翼雄鹰的战斗后 她也从灰烬 那里了解到了 不少关于混合种邪兽的情报 若在空中巡视的话 将体型庞大的沙漠之狼 当成狼形种邪兽 并不稀奇 那你呢 小姑娘问 这儿可是蛮荒地 不单单有残余邪兽出没 还隐藏着更可怕的东西 你一个人来这里 想要做什么 更可怕的东西 是指魔鬼吗 三公主不动声色道 如果是的话 那证明我没来错地方 你知道魔鬼孤 我在寻找一座废弃的城市 听说他们曾在那出现过 她顿了顿 我想要狩猎他们 闪电愣了片刻 随后露出一种古怪的表情 就像是在刻意压制心底的笑意一般 你听谁说的 怎么 洛家意识到了不对劲之处 魔鬼出现在塔奇拉 已经是四百多年前的事情了 闪电咧开嘴角 当然它随时有可能回来 我们巡视这一片地区 也是为了预防此种情况发生 不过想要真正抵达废弃之城 没个七八天是到不了的 而且蛮荒地这么大 只要方向稍微偏一点 就根本看不到那座城市了 要知道 这块地方原本叫沃土平原 面积比整个灰宝 不 比四大王国加起来都大 是这样吗 狼女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她倒不担心路途遥远 过去磨练记忆时 她可以连续在野外 待上一两个月 暂时没有魔鬼 也不要紧 狩猎时的她 从来不乏耐心 而且在野外生活 也不用担心不知不觉 把金龙都划光 只不过此地 若真像她说的那么大 找不到目标 倒是个麻烦事 但你表现出来的勇气 和探险精神 值得称赞 闪电双手插腰道 仅凭只言片语 就敢踏上探寻之路 这正是一个优秀探险家 所具备的潜力 虽然不知道 你为何没有加入女巫联盟 不过加入吴东探险团 也是一样 怎么样 要和我们一起来摸索这片 充满迷雾的大陆吗 一起考野位 鼓 麦希高举双手 哦 谢了 洛佳忍不住在心里叹了口气 这时他才发现 有些事情 跟预想的不太一样 例如 麦希变身后的样子 确实强悍无比 至少不会比四翼雄鹰要差 但其心智 跟战士完全搭不上边 他来此事为了攀登巅峰 不是陪小孩子玩耍的 罢了 自己就慢慢在这块平原里寻找吧 说不定 这也是三神安排的挑战 等等 就在狼女准备再次上路时 闪电的话 又让她停下了脚步 如果你加入吴东探险团 的话 我可以带你去塔奇拉一记 你倒过那脸 洛家的耳朵竖了起来 当然 而且 这四百年来 也只有我们两个 摸过他的城墙 闪电得意道 另外 不只是塔奇拉 关于魔鬼的消息 我还知道许多 甚至跟最为强大的高阶魔鬼交过手 这可是独一无二的情报 好好考虑一下吧 第0852章 相似之人 夜幕降临时 阴影从绝境群山方向 一点点笼罩过来 犹如山脊在不断增长一般 最终与天连为一体 将鹤绿相见的大地 完全吞没 洛家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 在天空中飞行时 即使像麦茜这样的庞然大物 其投影 也不过是印在山河田野间 微不足道的一小块 当背后的阴影蚕食过来时 看似缓慢 却无处可逃 不管其飞得多快 也无济于事 他对蛮荒地的辽阔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闪电靠拢过来 吹了声口哨 降下去吧 我们到了 哦 巨兽开始 下坠 他在他背上的狼女 顿时觉得自己悬浮起来 这种坠落感 让他略微有些心慌 双手不由自主地抓紧了毛皮 没过多久 三人便降落在一座小山坡上 这里是 汉险团的秘密基地 闪电招手道 跟我来 小姑娘绕过一截巨大的树桩后 忽然消失不见 他跟上才发现 这截树桩 居然是中空的 面朝陡峭坡面的一侧 开了扇小门 里面 居然还堆放着柴火 和简易的石头椅子 就算飞到塔奇拉 也需要两天时间 今天我们就在这过夜 明天一早再上路 闪电打开门对面的窗板 让风流动起来 树干里的腐朽味道 顿时散去了不少 接下来是烧烤时间 尝尝我的手艺吧 这地方 是你见的 洛家 好奇地四处张望 他到底是 答应了对方的邀请 加入了所谓的无冬探险团 毕竟除开小姑娘许诺 带他前往废弃的城市外 有关魔鬼的情报 也正好遭到了他的仰处 对敌人了解越多 便越能在今后的战斗中 占到优势 没有详细的消息 就出发是迫不得已 现在既然有了一个 可靠的情报来源 他也只好做出一点牺牲了 就当陪两个小家伙 折腾下好了 不能算见 只是找到了一处 自然创造的居所而已 闪电很快升起篝火 点亮了树桩的内部 虫子铸空了它 上半截在风吹雨打中 塌落 枝丫与树叶 恰好填满了树干 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顶棚 至于窗洞和门板 都是麦西凿出来的 像这样的落脚点 在蛮荒地里还有不少 只要足够细心 探险家从来不会缺乏 遮风挡雨的宿营地 对方的回答 居然意外地 让他觉得可靠 借着摇晃的火光 这时落家才注意到 简陋的门扇和窗板后面 都定着插销 能有效防止 不速之客闯入 篝火上方 则刨出了一个 可以开合的出烟口 显然紧急时刻 也能用来逃生 柴火都架在 地势较高的地方 以免被水尽湿 地面上 还挖出了两条 直通室外的排水沟 因此 虽然有些腐朽味道 却并不觉得潮湿 类似的细节 还有许多 完全不像是一个 未成年的孩子 所能掌握的东西 他一时有些 摸不清探险团的底细来 麦西一边哼着 不成调的咕咕曲 一边从背包里 取出肉干 架在篝火上烘烤 闪电则逃出 腰间揣着的 各式调料罐 均匀撒在肉干表面 两人的配合 颇为默契 显然不是第一次 做这样的事了 很快 诱人的香味 便在树干中扩散开来 吃吧 闪电将一串烤肉 对到他面前 我家接过烤肉 犹豫了小话 还将其慢慢送入嘴中 极肤层次的鲜美口感 顿时涌出 先是沾口的温热油脂 然后是那些香料 带来的咸鲜 最后是外焦里嫩的细肉丝 难以想象 这是能在野外享受到的 美食 哪怕是铁沙城的 上等宴席 味道也不过如此 他不禁摇了摇尾巴 从喉咙里喝出一口鱼香 好 好吃 当然 这可不是一般的肉干 骨 麦倩得意地说道 他原本是大雪山冰泉中的 巨型湖啊 我花了好大力气 才抓上岸来的 光是一条腿 就有闪电这么大 只能咽起来慢慢吃 党女一时愣住 湖啊 那是什么 真的能吃吗 放心吧 小姑娘像是看出了 她心里的想法 探险家 就是为了探索未知的秘密 而存在的 新奇的食物 也是其中一种 她的放下半截肉干 闭着眼睛吞入了肚子 回味完唇齿间的鱼韵后 她望向闪电 吴东探险团 只有你们两个人吗 现在有三个了 后者纠正道 女巫联盟其他人呢 为什么你会想要邀请我加入 三公主 想了想 还是选择直言道 我来西径 是为了挑战强敌 我练记忆 对探索未知 并没有多少兴趣 闪电少见地沉默了片刻 因为他们 都很少离开吴东城 就算有 也没几个 喜欢在野外乱窜 比起探险 他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比如待在工厂里 生产那些机器 父亲说过 一个人 是无法完成一场 真正的探险的 想要成为一名 伟大的探险家 就必须要组建 一支自己的团队 而你是我在蛮荒地里 唯一遇见的女巫了 这家伙是认真的 洛家忽然意识到 探险团并不是 她一时兴起的说辞 而是打心底 想要这么做 不过从她略显寂寥的语气 来看 恐怕没有几个人 将她的说法放在心上 而是当成了小姑娘的细语 就如同自己之前 所想的那样 有那么一瞬间 她从对方身上 看到了一丝 自己的影子 在击败所有挑战 成为一位真正的舞者前 也嫌有人能理解 她对战斗的热情与执着 哪怕是在铁沙城 女性舞者 依然是极少数的一部分 想到这里 狼女不由地轻叹了口气 装出无奈的神情道 既然我也是探险团的一员了 那么接下来 需要做些什么 闪电的眼睛亮了起来 她从口袋里 摸出一张羊皮地图 交到洛家手中 这上面标记着附近 还未探索的区域 如果你正好经过那里 就将发现的新奇东西 画在上面吧 鸟窝 蜂巢 王穴 什么都可以 但不能一个人偷摸 这是探险团的首条规则 也等我们 回来再一起吃菇 爱惜插嘴道 洛家摊开地图 只见上面画满了 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图案 一旁还标着不少注视 例如写着阴巢的地方 便是两根鸡腿 和四个蛋 这令她一时有些哭笑不得 为什么会有种被欺骗了的感觉啊 好吧 我知道了 她收起地图 不过等 你们回来是什么意思 你们要离开吴东城吗 罗兰陛下即将出兵东晋和赫尔梅斯 到时候 我们估计也得随第一军行动 说不定要好几个月才能回来 毕竟想要侦查敌情和教舍火炮 陛下 也只能依靠我们俩了 闪电拍了拍胸扑道 这段时间里 蛮荒帝的探索就交给你了 第0853章 罗兰的备战方式 一夜熟睡之后 四日三人再次启程 经过半天的飞行 洛家终于看到了 那座废弃之城的身影 他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 这座城市 未免也太大了点 从空中望去 脚下的大地 呈现出大片绿色 几乎一望无际 而灰褐色的墙原与断壁 就夹杂在绿叶之间 按照闪电的说法 该城在四百年前就已废弃 但直到现在 依然可以分辨出 他残缺不全的城墙轮廓 如果按照遗迹范围来估算 这座城市比武 六个铁沙城加起来还要大 所能容纳的人数 恐怕在十万以上 哪怕现在已成了一堆 支离破碎的残骸 他也能感受到 城市原本应有的宏伟 若以一比十的比例 来推测周边供养城市的小镇 村落人口 岂不意味着 这块荒野上 曾经聚集过近百万人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能建出如此大城的王国 陛下所说的那番话 神异之战 不是两个不足间的小打小冒 而是决定两个文明 谁能延续下去的全面战争 他开始还颇为愤愤不平 此刻却忽然有些理解了 而那句我不想让你 去送死现在想来 亦没了当初故意恐吓的意味 不知为何 狼女心里陡然舒服了许多 闪电打了个手势 三人降下高度 最终落在一段 还算完整的城墙上 安博的墙顶差不多 有二十余步宽 足以容下两辆四轮马车 并排行径 在布满青台与藤蔓的墙体上 还能依稀看到几处圆形破孔 也不知道究竟需要多大的力道 还能在巨石上留下这样的损伤 你应该已经知道了 小姑娘走过来说道 这里原本属于女巫帝国的最后防线 可惜她们 没能抵挡住魔鬼的攻势 也就是说 灰镜曾提到过的 能活上四百多年 并永远不会死亡的女巫 实际上便是 女巫帝国幸存下来的成员 正因为她们的负面 才有了如今的四大王国 以及将女巫视作异端的教会 狼女并没有把心中所想的话问出来 既然从未听旅行商人 讲述过这段历史 就连吴东城的居民 也对此一无所知 只可能是知晓她的人 不希望将这个消息传播出去的缘故 她始终记得自己并非 女巫联盟的一员 有些事情 没必要知道太多 她从怀里掏出闪电 昨日交给她的地图 摊开在眼前 塔奇拉就是你们 平时侦察的边界区域 火鬼若要进攻 吴东城 一般会从哪个方向来 一记一息都有可能 不过再想深入蛮荒地 就会变得很危险 即使待在空中 也不一定保险 为什么 她问 因为雾 麦希嚷嚷道 有时候 天都会染成红色菇 那是 什么 作家皱起眉头 魔鬼生存所需的必需品 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 闪电望向西北方向 今天天气很好 所以看起来天气很蓝 但有时候遇到阴雨天气 特别是乌云密布时 往高处飞 就能看到地平线边缘弥漫的红雾 这东西 对女巫来说 也会造成严重伤害 由于不知道 她究竟能飘多远 所以我们很少越过塔奇拉一线 接着小姑娘 将魔鬼的弱点 大致讲述了一遍 原来如此 狼女抖了斗耳朵 只要拔下他们身后的管子 魔鬼便只能任人宰割了吗 不过这并不容易做到 而且像我昨晚所说的高阶魔鬼 浑身上下 就几乎没有破绽 闪电叮嘱道 如果真的遇到了敌人 最好还是立刻撤退 并把消息告诉给罗兰陛下 放心 我自有分寸 洛家拍了拍胸口 斗志满满地说道 诚然对手很可怕 但正因为这样 才具有挑战的价值 而且 族群的强大 不代表个体 也无法战胜 她相信 只要找准机会 总能狩猎到洛丹的目标 即使魔鬼 暂时不会出现 她还能用混合种邪兽 作为替代 之前 搭乘麦西飞行时 她已经在丛林中 看到了好几只大型邪兽的身影 望着这片渺无人烟的荒野 洛家感到自己 又找回了前行的感觉 绿鹰取代了黄沙 那条路却愈发清晰 并开始向着更远处延伸 接下来要在这里 待上很长一段时间了 她想 自从出征命令下达后 罗兰几乎每天 都要开上一两场会议 无论是作战方略 还是后勤调给 都需要她点头同意 一开始 她还十分享受 这种大权在握的感觉 但随着内容的深入和复杂化 她便觉得到 有些吃不消了 湖东城发展到现在 控制范围早已不是一城之地 之前 艺人能完成的计划和报表 也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团队 来负责 面对这些琐碎的内容 罗兰渐渐对 历史上那些不爱处理 政务的昏君心里 有了一丝理解和同情 想想看 每天都要听人牢到上半天 基本记不住 弄不明的报告 时间一久 自然会产生抵触之情 如果不是还有书卷替她整合 筛选方案上的数字 她估计也会想着 当一个甩手掌柜 把这些全部丢给手下去处理 毕竟她穿越前 只是一名机械工程师而已 提起繁杂的后勤事宜 罗兰在防卫部拟定的 作战方略上 投入了更多关注 第一军的主攻方向 无疑是强高城后的 赫尔梅斯圣城 不仅火炮和弹药管构 其模式 也是根据雪山探险 积累下来的经验 由军队 女巫与塔奇拉移民 统一行动 不得不说 北地珍珠展现出了 她傲人的才华 在这份方略中 她提到了 协同作战的理念 譬如 利用女巫和塔奇拉移民的能力 可以从各个方向 发起出其不意的突袭 令敌人首尾不能相顾 并把天空和地下 也纳入了进攻范围 虽然许多想法还不成熟 但对于这个时代来说 能有如此眼光 已称得上是不凡了 看来把她放到防卫部 的确是个正确的选择 当然 想要让这些方案 顺理实施 其关键就在于 确保塔奇拉神法女巫 愿意听从指挥 而不是接到命令时 依然我行我素 众人都在忙碌备战的日子里 罗兰首先要解决的 便是这个问题 而方法也格外简单明了 比如 让所有参与战斗的移民 进入一次梦境事件 第0854章 梦境世界中的突发事件 入梦的过程 罗兰已熟能生巧 只要在闭眼前 思索梦境世界中的特有事物 便可触发那道直通天际的光柱 之后 她会自然苏醒 并迎来另一个世界的清晨 不过这一次出现了小小的意外 她不是自然醒来 而是被一串电话铃声吵醒的 好在这种睡眠并不是真正的入睡 也不会有困顿的感觉 罗兰翻身爬起 从床头柜上拿起手机 发现打过来的 居然是加西亚 喂 你知道现在才几点 六点半 并不算太早 电话那头打断道 而且我怎么知道 你会不会有亲戚突然来拜访 罗兰不由地抽了抽嘴角 看来上次放她鸽子一事 仍让对方惦记在心 呃 有事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 轻时是怎么回事吗 协会订好了 新入门者的参观时间 就在今天下午 等吃完早餐 你就来0827吧 不是说下午吗 新人不止你 一个 赶去和其他去的人会合 也需要时间 加西亚的声音提高了一分 怎么 你今天又要带亲戚出门 而且还不止一个 当然 她知道自己 若是这么回答 对方一定会堵到门口来 另外 她也确实对加西亚口中的侵蚀 充满好奇 好吧 不过 我昨天睡得有点晚 所以 你懂的 身上可能会有点味道 先容我洗个澡 她沉默下来 即使隔着话筒 罗兰也能感到 对面传来的鄙夷气息 最后加西亚甩下 请快一点后 挂断了电话 那么接下来 就得抓紧时间了 罗兰穿好衣服 走进客厅 杰罗正在厨房里忙碌 她专心置制地煎着鸡蛋 手中的锅铲 挥得有模有样 光看这副动作 几乎会让人忽略她 只是一名初中生 早上好 她打了个招呼 我先出门一下 很快回来 杰罗露出狐疑的表情 叔叔 你这是要去晨练 算是吧 她随口道 对了 公司下午有员工大会 我可能要晚一点回来 你不用等我一起吃饭了 知道了 小姑娘嘟嘴到 出了桶子楼 小区里已经热闹起来 街巷边的米粉店 正飘出滚滚白气 早餐摊子 则随着一根根下锅的油条 吱吱作响 即使已进入深秋时节 人们穿得厚实了许多 但在大楼周围 依然能看到不少年长的陈跑者 他们身着短袖衫 与运动长库 在广播和商贩的叫卖声中 快步前进 其手脚一点不比年轻小伙 迟缓多少 罗兰拐入一条 离桶子楼不远的小巷 停在了一间 还未开门的店铺前 铺面上贴着的出租告示 颇为醒目 只是在出租一词前 被人为画上了一个大大的椅子 她掏出钥匙 打开侧门 走进屋内 里面站着的二十多名女巫 同时向她单膝跪下 齐声行礼道 拜见陛下 有那么一瞬间 她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吴东城 仅仅一墙之隔 却恍如隔世 欢迎来到梦境 罗兰点头道 您是说 今天有特殊任务吗 店铺二楼 菲利斯 法尔提 零 同恩四人围在罗兰身边 认真听着她的交代 作为首批进入梦境的开拓者 他们对这个世界 已有了一定的了解 因此也成了 其余塔奇拉一名的引路人 无论是吃喝享乐 还是猎杀堕魔者 他们都能起到 照看与引领的作用 着实减轻了罗兰不少负担 而这家店铺 正是她利用猎杀所获 托中介租借下来的新据点 比起之前的仓库 这里不仅宽敞许多 活动时 也不容易引起他人怀疑 罗兰将五道加协会的通知 复述了一遍 按照加西亚之前的说法 协会组织新人了解内情时 都会把他们带到总部去 此地的具体位置 一向不被外人所知 所以 我想趁着这个机会 将他们藏放 自然之力的基地找出来 而这需要你们的能力 让我的虫子跟着您吧 法尔提召唤出魔力虫巢 挑出一只甲虫捏在指尖 这样我就能时刻知道 您的位置 得到同意后 女巫将甲虫放在了 她的衣领上 虫子很快爬入长发之中 隐藏起来 外表看上去毫无变化 她只能隐隐察觉到 紧箔后多了一样东西 另外 菲利斯和林随我一同行动 博兰暗纳住心理上的不适感 转头望向另外两人 你们应该还记得怎么 搭乘出租车吧 菲利斯点点头 找手 跟车夫说盯着前面那一辆 到了再给钱 开车的时候少说话 对方问什么 一律沉默应对 林拍着胸口补充道 放心吧 毕下 我们记得可清楚啊 那就好 罗兰赞许道 等车停下后 林你试试看 能不能潜入进来 虽说这个世界没有神罚之实 但不知道五道家协会 有没有其他干涉 魔力运行的手段 如果办不到 不要勉强 你们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隐藏自己 明白了吗 是 陛下 三人齐声道 那 陛下 我呢 红恩一脸期待地指了指自己 你留在这里 照看塔奇拉的姐妹们 罗兰从钱包里 抽出十张百元钞票 交到对方手中 这是叫外卖的钱 包括早中晚 三餐 原定的娱乐活动 推到明天进行 诶 可我也很适合潜入啊 红恩不甘道 正因为你适合潜入 才需要你守在这里 万一发生什么意外 想要在不引起 别人注意的情况下撤离 也只有 你能做到了 罗兰拍了拍她的肩膀 当然 你若是把所有人都安置妥当了 下次我专门带你去一回电影院 我 明白了 听到专门 一词 红恩顿时又恢复了精神 请交给我吧 打电话交外卖这种事情 她之前已经让四人尝试过 而塔奇拉女巫出众的接受能力 则让他们很快掌握了这项技能 只要留下一人 应该不会出现什么大的纰漏 如此一来 她便算做好了前往五道 加协会总部的准备 第08555章 力量与责任 交代完所有事情后 罗兰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桶子楼 却发现自己 还是低估了加西亚的戒备心 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靠在0825门口的走廊边 正一边讲着电话 一边俯瞰楼下忙碌的众生像 她穿着一件灰白相间的体恤 下半身则是宽松的黑色长裤 与高帮板鞋 显得青春而富有活力 如果不是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罗兰一定会把她当作电视里 常出现的那种 既活泼又开朗的凌家少女 尽管此刻她的脸上 能看到些许韵怒 但没有了 记忆中的阴冷与刻薄之感 不得不说 脱下那身华丽的紧断长袍后 这副休闲简约的运动 打扮意外的和温布顿三王女 曾经的避水女王搭调 快到屋门口时 加西亚也注意到了 罗兰 就这样吧 我还有事 先挂了 如果以后只是想劝说我的话 请不要再打过来了 三叶家又来提拆迁的事了 罗兰装作若无其事的问洞 跟你无关 她收起电话 露出一脸怀疑的神色 你去哪里了 不是说要洗个澡吗 你知道消去意味 有哪几种方法吗 一种是清洗 一种是用另一个味道掩盖 她面不改色道 记住在我家的那小丫头 因为要上学 急着用卫生间 我总不可能跟她争吧 于是就想着 干脆下去跑两圈 出点汗也一样 结果没想到这身体 几乎不怎么出汗 难怪我到家 看上去总是干干净净净的 好吧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并没有偷溜 而是就站在你眼前 不是吗 加西亚盯着她好一会儿 才开口道 我不想干涉你的私生活 但太过放纵自己 也不是什么好事 何况 这其中还有教育问题 啥 罗兰不由的一愣 那些女孩子 加西亚皱眉道 从你家出去的那些 你就不能在外面了结吗 非得带到家里来 我还以为你忘了 屋里住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呢 罗兰差点没被这番话呛倒 为了瞒过杰罗 她特意错开了时间 等小家伙去学校后 再让塔奇拉女巫断开意识 进入梦境 至于其他人看没看到并不重要 只是从加西亚嘴里说出来时 却完全变了个意思 的确有些武道家在成名后 会变得不那么简点 钱和鸣 总是容易让人迷失自我 但别忘了 我们是为了这个世界而战的人 必须时刻保持着高昂的斗志 永不松懈 而沉迷于欲望 只会让你的身手变顿 嗨嗨 我明白了 罗兰眼见对方 要开展一场思想品德教育 连忙打断了 他 这些可以之后再聊 先让我换的衣服行不行 别耽误了出发时间 加西亚不悦地闭上嘴 愣了他一眼 快去吧 一番打理后 罗兰特意穿上了新购制的西装 在杰罗亚裔的目光中走出了门 临行前 他还不忘将小丫头做好的煎盒包蛋 装进保鲜袋里 准备在路上享用 你这是 守在门口的加西亚 眨了眨眼 第一次去总部 自然还是正视点比较好 罗兰耸肩道 随你便 他摇摇头 不过 我倒没想到 你穿成这样居然 也挺不错的 那当然 一分钱一分货吗 罗兰心中暗响 这件定制的衣服 可花了他不少打劫费 毕竟人靠衣装 只要不是丑到无可救药 梳妆打扮一番 再套上 一身鼻挺的衣服 也会瞬间有形起来 何况这副身体的骨架 本身就很匀衬 加上一头灰色长发 换到他原本的世界 说是精灵王子 都有人信 两人下了牢 走出小区 在大街边等待片刻后 一辆大型巴士 停在了他们面前 罗兰注意到 这辆车没有悬挂车牌 窗子也都被 黑色的帘布所遮住 完全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上车吧 加西亚低声道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她的神情严肃了许多 罗兰登车时装 做不经意的模样 向长街一侧望了眼 只见菲利斯 已经伸手拦下了一台计程车 车门关上后 巴士里并非像他所想的那样 昏暗无光 过到两旁的灯带全部亮着 座位上竟零零散散地坐着不少人 他们的造型大多五花八门 看起来简直像是一群行为艺术家 少有几个正常的 也都埋头做着各自的事情 没有一人同加西亚打招呼 倒是罗兰敏锐地注意到 自从上车后 就有几个家伙把目光对准了 他 其不怀好意的感觉颇为明显 加西亚也没有多说一句话 反常地拉起罗兰的手 直接带着他向后排走去 这些人不是你的同事 坐下来后 他小声问道 我到加协会又不是公司 加西亚白了他一眼 车上的人大多跟你一样 是新入门的觉醒者 我也是头一回见 这么多 罗兰略为有些惊讶 他大致数了下 车里差不多坐了二十来人 确实有些多 上一次我去协会时只有五六人 不过这并不奇怪 加西亚回到 尽管普通人对世界的变化一无所知 但持有自然之力的觉醒者 总能察觉到一些异样的 还记得我之前说过的话吗 不是所有觉醒者 都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中间派并不比协会的舞蹈家少多少 而如今侵蚀加剧 越来越多的堕魔者出现 都令他们的处境愈发危险 今后导向协会的人 必然会越来越多 所以车上大部分都是野生舞蹈家 或者说是散修 形容得很贴切 加西亚扬起嘴角 我猜十有八九八 不过 你跟我私底下说 可以 千万别在他们面前这么说 这些人之所以不想加入协会 正是因为不想受到约束 一个普通人拥有力量后 如果心态不正确 很容易产生一种虚妄的自傲 认为自己才是不凡者 这不仅阻碍他们的进步 也会让他们的脾气 变得十分古怪 最后这一点 我已经感受到了 罗兰不以为一道 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冲突 加入了协会的野生 舞蹈家在一次猎杀任务中 杀死了数名同行的协会成员 影响极其恶劣 最后是镇守 除面才将其消灭 所以 若是他们有挑衅之举 当作没看到就行了 协会内部对这种行为 是严惩不怠的 野生的觉醒者有这么强 这些人经常遇到堕魔者的袭击 在实战经验和应急判断上 会比新觉醒者强上不少 但只要你勤家练习 少沉迷于欲望 成长速度会比他们要快得多 毕竟他们 被俗世分去了太多的精力 说到这里 加西亚轻叹了口气 自然之力是神明赋予我们的自保手段 而不是用来掠夺他人的工具 如果无法阻止侵蚀 整个世界都有可能不复存在 许多人在享受力量 带来快感的同时 却遗忘了自己的责任 这句话颇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 罗兰想了想 或许在八百多年前 那些意识到魔鬼危害的女巫 也是在这样的心境下 建立起联合会的吧 不知道行驶了多久 窗外忽然安静下来 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声 变得浑厚单一 就像是独自行驶在空旷的隧道中一般 又过半个小时后 巴士终于停了下来 就在罗兰以为抵达目的地之际 车身微微一抖 接着一股明显的失重感 从心头升起 车辆仿佛沉入了地下 B0856章 棱进城 这是 罗兰望向加西亚 升降梯 后者自豪地回道 稍等一下 你很快就能看到 他说完这句话没多久 车窗边的指示灯 便由红色挑到了绿色 接着帘部自动升起 露出车外的景象来 罗兰顿时明白了他语气里 夹杂着自豪感的原因 只见大巴正停在一块巨大的铁盘上 四周皆是图有 黄黑相见警示器的混凝土石壁 旗上嵌着五六条金属轨道 并不断发出齿轮咬合的声响 每下降一段距离 便能看到刺眼的射灯 与巨大的标示数字 短短数分钟时间 它们已经下降了一百多米 而数字仍在不断增长 伴随着铁盘外缘 不断旋转的橙色警戒灯 这一幕 简直像是科幻电影里的镜头 同样身处地下 他忽然觉得 自己打造的第三边垂城 黯然失色 比起这高大上的进入方式 还靠着麻绳 与蒸汽机拖液运输的弟弟之城 几乎跟城乡结合部 没什么区别 能够造出这种设施的协会组织 其实力在他心中 猛地上升了好几个档次 若无雄厚的 经济和政治实力做底衬 单靠一帮武道家 绝对没可能实现 如此宏伟的工程 也难怪加西亚会为此 而自豪了 就连那些脾气怪异的野生觉醒者 都被这一幕所震撼 车厢里响起了 纷杂的议论声 大家不由自主地 向窗外张望 似乎想一探 这地方究竟藏得有多深 此举倒是个不错的下马威 罗兰心想 之前关闭 窗帘大概是不想让新人 知道总部的具体位置 而进入地下后 便有恃无恐起来 与其说是让众人 欣赏这一壮观的工程 倒不如说在彰显协会的力量 就是 不知道跟在后面的灵 能否找到机会潜入进来 当数字变为235时 铁盘终于不再下降 墙壁上也出现了 好几个通道口 巴士再次启动 驶入了其中一条隧道 这次只开了很短一段距离 便到了终点 罗兰跟着加西亚走下车 才发现 眼前是一个十分宽阔的地下广场 头顶排列着密密麻麻的照明灯 其亮度几乎与白昼相仿 如果不是之前的那段经理 他很难相信自己 正处在深邃的地下 广场中央树立着一座雕像 乍看上去 犹如一只大手 紧握着一块不规则的多面体 雕像旁 还挺有好几辆大巴 看来他们并不是唯一来此的新人 那些人是从其他城市来的 罗兰指了指围在雕像旁的人群 加西亚点点头 协会拥有的分部不计其数 但总部只有两个 想要近距离接触侵蚀 就必须到这两个地方去 他微微一愣 外界的侵蚀 能直接看到 不但能看到 还可以摸到 尽管你绝对不会想去摸他 加西亚白了他眼 你以为我们是化妆大饼 就让人拼死拼活的邪教组织吗 不定期地把新手召集起来 带你们去见识世界所面临的真正危机 才是参观总部的本意 有些事情不亲眼见到 你们就不会相信 灾难已经近在咫尺了 就在这时 头顶的灯光忽然暗了下来 黑暗瞬息间从四面八方涌出 将人们的视野 集中到广场中央 一个狭小的范围内 如同大幕拉开的舞台一般 两束明亮的光柱从穷顶洒下 一道落在雕像上 另一道则映照出了一名黑衣女士的身影 她立于广场一侧的高台上 年约三十多岁 穿着一身古典武术服 黑色的长发束在头顶 一只眼睛似乎受过就伤 被眼罩遮挡起来 梦境世界的自然之力 虽然不现男女 却也没了魔力那种 改善身体模样的效果 单论外貌来看 她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个头也不高 只是身上多了一股 沉稳肃穆的气势 女子向大家挥了挥手后 朗生开口道 各位觉醒者们 尚无好 我是蓝 镇守磐石的首席弟子 欢迎来到棱镜城 棱镜 指的是雕像上的那块多面体吗 罗兰注意到 同来的野生舞到家中 响起了一阵焦头接耳之声 似乎对她的这番话颇为不满 她还没来得及向加西亚询问 兰倚接着说了下去 当然 原本接待新弟子入门一事 应该由镇守负责 可不巧的是 云霄城出了点麻烦 师父和其他三位镇守 已于前日离开了此地 为了不耽误参观行程 只好由我来接待各位了 我知道 你们之中有人多年前就已觉醒 并不能当作真正的新人来对待 但如今局势大变 你们愿意来此 就等于认可了协会的能力 自然应该把过去的一切暂时抛开 将对抗堕魔者放在首位 协会不在意 各位过去的身份与地位 只看重今后的表现 越是在危机关头 觉醒者越是应该团结起来 如果不接受协会的做法 现在还可以选择离开 说着 黑衣女子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但广场上无人动弹 就连嘈杂的议论声都小了下去 这位首席弟子 还挺有一手的 罗兰撇撇嘴 落魔者越来越多 野生觉醒者自身难保的情况下 才申请加入协会 哪怕自视再高 此刻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对方正是看准了这一点 故意以退为进 短短几句话 便让这伙人无话可说 任何时候 力量都是说服对手的唯一标准 作为庇佑一方的武道家协会来说 把掌握的力量摊开来讲 无疑是最简单有效的手段 加西亚神色复杂地望了罗兰一眼 过了许久才低声道 他是我的师父 什么 他愣了愣 师父 那天我说的前辈便是他 加西亚叹了口气 如果没有必要的话 你最好少在他面前晃扬 师父 最不喜欢的 就是没有责任心 还不守时的人了 呃 原来是这么回事吗 既然你们都做出了选择 那么很好 协会欢迎任何 新鲜血液的加入 担扫过广场 满意地点点头 我也不在这里长篇大乱了 没有什么比青年所见 更令人印象深刻 现在请各位跟我来 去见一见世界 即将面临的危机 你们很快就会明白 神异之战离我们不远了 第0857章 青石的本质 听到最后一句话 罗兰不由地浑身一颤 为什么在梦境世界里 也会有神异之战 他忘了加西亚叶 后者神色毫无变化 也不知道是早知道这回事 还是根本没有在意 罗兰只好压下心底的疑惑 在灯光的指引下 跟着人群向广场一头走去 到了尽头他才发现 包耸的石壁之上 嵌有不少蜂窝状的通道 不论是从地面进入 还是通道间的转越 都得搭乘悬挂在 导轨上的电梯才行 之前广场灯火通明时 还没觉得 现在事业昏暗下来后 数十台上下穿行的电梯 宛如漂浮的萤火 让人觉得像是身处 在未来城市一般 不过这种设计看上去很美 用起来却极为不变 如果建在市中心 作为地标也就算了 来在地底下 是想给谁看 一旦遇到火灾 停电等突发事件 逃生都不知道从何逃起 当然 把总部建在地下 加西亚本身就很违反常理 若只是为了防止他人入侵 或是保密需要 根本说不过去 如果不是 五道夹协会前 多到没地方花 那么必然有别的理由 进入24号通道后 罗兰发现 脚下的地面也是传送梯 只要站着不动 就能自动前进 这样的手笔 简直令人惊讶 加西亚仿佛看出了她的疑惑 怂怂尖道 这里曾经是一座矿山 墙上的电梯通道 不过是利用了那些废弃的矿道而已 当然也有一部分 是新开凿的 这得取决于轻蚀的速度 轻蚀发生在矿山里 不准确 但你暂时可以这么认为 所以协会 是为了防止轻蚀扩散出去 才把总部建在地底 加西亚 露出一丝古怪的神情 不 并没有什么能阻止轻蚀扩大 总部防备的 不是轻蚀 而是那些不怀好意的觉醒者 见罗兰还想问什么 她轻轻摇了摇头 到时候你看到就明白了 通道很快将一行人 引到了另一个大厅中 其摆设颇有些像阶梯会议室 地面层层下落 直到底部形成一个演讲台 此地的防卫措施 显然严密了许多 到处可以看到 穿着同样服装的舞蹈家 他们面无表情地站在大厅两侧 冷漠地盯着出来乍到的新人 全然没有欢迎的意思 说好的习舞者 性格直爽 热情豪放呢 罗兰在心里付菲 就这样对待新入门的觉醒者 难怪别人不愿加入 在所有人落座后 首席弟子兰再次登上讲台 他没有多说一句话 静止掀开了台上的一块幕布 露出了下方硕大的玻璃箱 罗兰不禁皱起了眉头 指尖箱中放置着一块暗红色的晶体 如同没有重量一般 悬浮在正中央 这让他想起了塔奇拉的魔力核心 但梦境世界里的自然之力 并不像魔力那般 能产生千变万化的效果 而且 这块晶体几乎没有实质感 倒有点像是用3D投影 做出来的拙劣样品 可看着兰 严肃的神情 又不似在开玩笑 什么 罗兰愣了愣 台上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他轻叹了口气 我们的世界正在变得千疮百孔 这就是侵蚀的本质 我想 你们有些人已经猜到 或者是 感觉到了 揽扫过全场 一字一句地说道 有一股邪恶的力量 进入了我们的世界 他令堕魔者层出不穷 严重威胁到了觉醒者的安全 但我要说 这种观念是 错误的 从来就没有什么邪恶力量 他只是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叠加 全场顿时哗然 什么意思 能说清楚点吗 另一个世界是指什么 武道家协会 什么时候变科学院了 那堕魔者算什么 外星人 和真正的星人表现截然不同 那些早已觉醒自然之力的舞者 根本不顾及对方首席弟子的身份 直接大声嚷嚷起来 肃静 蓝不为所动道 有什么话等 看完接下来的展示再说 随着他的这番话 玻璃香缓缓向上升起 将晶体暴露出来 接着演讲台顶部 垂下了三根吊杆 每个杆顶都挂有一台摄像机 与此同时 蓝背后的墙壁也跟着亮了起来 原来那是一幅巨大的屏幕 三个角度不同的画面 分别来自于三台摄像机 罗兰很快注意到了一个 令他头皮发麻的现象 无论摄像机从哪个方向拍摄 那块不规则的晶体 始终呈现出一个模样 这怎么可能 能做到这一点的 不应该是一个完美的球体吗 有棱有角的东西 代表着不连续的变化 呈现在视觉上 必然是各个里面皆不相同 但他愣是 没在三个画面中 找到一丝转动的迹象 仿佛那不是一个物体 而是屏幕上的一块红斑而已 他大脑已经下意识地 将其判别为了虚拟的影像 晶体本身并不存在 淡蓝的下一个举动 让罗兰倍感惊讶 只见首席弟子 接过一根助手递上来的铁棍 静止插入红金中 棍子并没有如他预想的那般 穿透虚影 而是直接消失在众人面前 通过屏幕可以看到 三台摄像机 忠实地还原了铁棍的原本模样 上面打磨过的痕迹 清晰可变 角度也完全没有问题 可偏偏那块红斑 依然保持原样 就好像三根铁棍 从不同角度 刺入了同一个地方一般 当蓝将其抽回时 手中的棍子赫然少了一截 大厅陡然安静下来 在如此异象面前 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 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 捂住了他们的嘴巴 过了好一阵子 才有人站起来道 我能上台看看吗 请便 蓝点点头 让人走上演讲台 明视红金许久 忽然低喝一声 伸手向其抓去 他的皮肤上泛起浅色的荧光 分明是运用起了自然之力 能做到这一步的舞者 皆不可小觑 罗兰曾听加西亚说过 驱使自然之力外放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便已接近堕魔者 寻常武器皆不可伤 想要练得这种技巧 不是天赋过人 就是经历过 常年累月的生死之斗 远比一般舞蹈家要强 这大概也是 他们目中无人的本钱 兰双手背力 一点阻止的意思都没有 随后是一声 凄厉地惨叫 那人完全没有抓到任何东西 手掌毫无障碍地越过了晶体 但与其相接触的部分 和铁棍一样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举起手来 万根处只剩下 血淋淋的半个巴掌 众人不约而同地倒吸了口凉气 罗兰现在总算明白 加西亚说的那句话的意思了 你绝对不想去摸他 因为任何接触 都只会化作虚无 当受伤者被舞到家带去治疗后 又陆续站起来了 好几个人 希望能上台瞧瞧 而兰也一一应下 不过这一批观察起来时 小心意义多了 到最后 首席弟子干脆安排 所有人轮流上前 近距离感受 这目不可思议的景象 罗兰也不例外 轮到他登台时 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模样 围绕 晶体转了两圈 心中却猛地往下一沉 他内部涌动的波纹状 红光似曾相识 在神明之境中 他也见过相仿的景象 而在那片领域 高悬于头顶的红光所代表的 正是红月 第0858章 叠加的魔 你就是罗兰 对吧 正当罗兰 望着轻视宁丝苦想时 兰忽然开口道 哇 是我 他这才从凝重的思绪中 回过神来 脑海中忽然闪过加西亚的话 等等 对方不会是想找 自己放鸽子的麻烦吧 我听加西亚 提到过你好几次了 他并没有望向罗兰 后者 也没法看到他的表情 他说 你是少有的 没有被欲望 干扰自我的独立觉醒者 这对一般人来说 十分难得 你愿意加入协会 他感到很高兴 呃 是吗 罗兰硬着头皮回道 对方口中的独立 应该和也生一个意思 不过他记得 自己答应加入的那碗 加西亚几乎是面无表情的 让他填写深情 打来得很高兴一说 虽然我很讨厌不守时的人 但这是大多数人的通病 毕竟你们无法感受到 时间的变迁 听不到他在滴答作响 所以对于一些特殊的人来说 并不是无法忍受的缺点 莫名其妙的 罗兰觉得 首席弟子说 这些话时 净略带着一丝感慨 可有一点 你要知道 特殊的人尽管不多 但在庞大的基数下 也不算少 若不珍惜自己的特殊之处 并将其发挥到极致 那么迟早都会被淘汰 这是在告诫自己 要全心全意为协会效力 而不要像其他野生觉醒者那样 惹是生非吗 罗兰在心里皱了皱眉头 他实在不喜欢这种说教师的警告 以前或许不介意 但他成为徽宝之王后 心境已变得不同起来 看完了就下去吧 兰此刻才回过身来 不紧不慢地说道 好好听我之后说的话 他或许会对你有帮助 下一位 罗兰撇撇嘴 并没有把这段简短的交谈放在心上 如今一团巨大的迷惑 正笼罩着他 至于武道家协会 是否能击败侵蚀 挽救世界 这种事情 他根本不在意 回到座位后 他依然眉头紧簇 神明到底在想些什么 根据地底文明的研究资料 红月是转化魔力的关键 也是梦境存在的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就相当于隐藏在幕后的主使 背景板一般的存在 就算想要吞并梦境世界 也完全没必要 展现出自身原本的模样吧 女巫能看到红月的真身 是因为那边为现实事件 但这边却是根据他和杰罗的 记忆虚构出来的领域 这岂不是等于脑后 插管的人看到了 世界背后运行的电路讯号了吗 还是说 此前的推测都是错误的 有什么信息的理解出现了 偏差 导致自己猜错了 方向 怎么样 现在你信了吧 加西亚瞟了他一眼 我本来就没有怀疑你 罗兰摇摇头 将心中的杂念暂时压下 倒是你的师父 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可怕呀 师父怎么了 他微微一愣 和我说了一大堆话 什么特殊之人了 什么协会十分看好了 罗兰随口也遇到 对了 他还说你对我同意 加入协会这件事 感到非常高兴 真的有吗 我可一点都没看出来 说到这儿 他特意妄想曾经的三王女 想看看 他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 到底是识口否认 还是慌忙掩饰 不管是什么 应该都会十分有趣 但他万万没想到 对方却是一副 你果然是个笨蛋的模样 你在说什么啊 加西亚翻了个白眼 你站台上的时候 师父根本没开口啊 你当我是瞎子嘛 罗兰不由的一愣 这个距离对普通人来说 或许比较远 但我可是五道家 你在台上有几根胡须 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想骗我 你还太嫩了 他不屑道 没有 说话 就在他还想追问两句时 兰随重新合上玻璃箱 拍了拍手 将大家的注意力 都集中到演讲台上来 这一次 大厅里的议论声小了许多 我们的世界并不是平直的 而是在一张膜上 这一点 有些人能理解 而有一些人不理解 但没有关系 只要听我说 就好 他转过身 并背后的屏幕 显示出所讲述的内容 这张膜具有曲率 通俗的来讲 他呈现出弧形 在某些地方 这种变化会更加明显 如果世界之外 还存在着其他世界 那么将会有一种可能 两个世界在其中一点相交汇 而这样的交汇 就是侵蚀 当然 这只是一个推测 可以只有该推测 能解释我们所看到的异象 自从侵蚀被发现以来 各国对他的研究 就没有终止过 然而遗憾的是 那边的世界 有着完全不同的规则 任何探测手段 都宣告无效 甚至连这边的物质 在越过边界后 都没法保持稳定 你们也看到了 那截铁棍 就是证明 这和堕魔者又有什么关系 有人问道 当然有 他们所获得的力量 便来自于另一道魔 这也是堕魔者 不惧反武的原因 交叠的魔使得两个世界 暂时连通起来 我不清楚 这会对那边的世界 造成何种影响 但对我们来说 规则依然起效 能量从高处往低处 扩散 并造就了一系列 不可思议的现象 蓝提高了音量 确切地说 不光是堕魔者 任何一名觉醒之人 都和这股能量有关 你说 什么 我的力量只属于我 跟什么狗屁魔 没有任何关系 武道家协会 难道认为 我们和堕魔者 没有区别吗 大厅顿时炸开了锅 他才接着说道 当然有区别 我们能够控制它 而堕魔者不行 但也不得不承认 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和堕魔者很像 特别是在抵御反武 这一点上 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 既然将自然之力 练到收发自如后 便可免疫任何伤害 为什么武道家 却没有主宰整个世界 这 现场想起了细细低语 因为轻蚀不会一直存在 蓝指节了当道 随着曲率变化 交叠的魔会渐渐分开 直到下一次重逢 这个周期可长可短 短得朝至夕离 长得可以按亿万年计 而我们遇到的侵蚀 大概在两千年左右 而重叠时间紧不到百年 一旦断离 自然之力 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所以 固然有觉醒者成为了 旷世霸主 一统天下 两千余年的间隔 也足够 让他缔造的帝国 化为乌有 千年百年 就连寻常历史都说不清楚 请问你怎么知道 过去发生的事情 尽管仍有人提出质疑 但态度已经收敛了许多 我不知道 首席弟子坦然道 这只是一个假想 两千年前 甚至没有科学的观察方式 和记录手段 想要验证它 也只有等到两千年后了 但大家不要忘了 历史上总是充满了 惊人的巧合 只要将各个地域的传记 史书对比 就会发现 那一段时期 诞生了众多英雄史诗和传奇 而再往前 则是神话涌现的年代 而且大多数神话 都和末日与旧式相关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 正是青史造就了这一切 台下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过了好一阵子 才有人提问道 就算那些史诗英雄 都是自然之力的觉醒者 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 按你的说法 即便什么都不做 青史也会自己结束 那贵协会宣传的对抗青史 又是怎么回事 别忘了 除开我们外 还有堕魔者 蓝平静地回道 这便是我开头所说的话 并没有什么邪恶的力量 能量 只是按照规则扩散开来 它没有恶意 但不代表 被影响者没有 我们正出于叠加出气 这样的漏洞 堕魔者也会越来越多 能对他们造成伤害的 也只有使用 同一种力量的武道家 这是一场生存竞争 只有一方能活下来 如果我们不能击败堕魔者 不单是正常的觉醒者 人类世界 亦会被他们彻底毁灭 第0859章 两类公事 陛下 陛下 叶音的声音 将罗兰从走神中唤醒过来 总管大人 还在等着您的答复呢 呀 这些我都知道了 罗兰眨了眨眼睛 收敛心神 将手中的报告 递还给巴罗夫 就按你说的办吧 是 阿罗夫俯兄道 临走前 还郑重地补充了一句 请保证身体 陛下 在总管离开办公室 罗兰向叶音问道 怎么 我脸色看起来很差吗 嗯 看上去还行 后者故意打量啊 他好一会儿才说道 就是 最近发呆比较多 不会跟梦境世界的侵蚀有关吧 罗兰摇摇头 梦境里的那些变故 影响不了什么 只是个别事情 回想起来稍嫌诡异而已 没什么好担心的 是吗 如此就好 叶音撇嘴道 这已经是他离开梦境的第四天 法尔提虽然成功定位到了协会总部的位置 林却没法潜入其中 按他的说法 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那片区域一样 明明见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下 却无一处阴影 可以藏身 头上全是亮闪闪的光带 他在原地等待了好几个小时 一直未见其熄灭过 事后林 还颇为沮丧地向罗兰申请惩罚 后者自然毫不犹豫地否决了 接下来的游玩计划 倒实施得非常顺利 之后 罗兰也没有停止 携带新的塔奇拉女巫进入梦境 但那天在总部里的所见所闻 却始终如一块玩石般压在他心头 整个事件从上到下 都透露着说不出的一样 首先是关于魔世界的结论 他此前一直认为 梦境世界 为了整合他和杰罗的记忆 并保持内部自洽 才会呈现出一个充斥着自然之力的现代社会 换句话说 无论里面有多少不可思议的现象 都是因为自洽需要而定下的规则 这些规则大多取自于他的意识 他能够理解 也异于接受 但首席弟子兰所说的那些话 则完全超过了他的知识储备 范围 罗兰唯一知道的 便是 魔理论是由超显理论发展来 仅此而已 这两个理论都格外悬忽 他根本没有进行过深入阅读 不像量子力学 他好歹还翻阅过一两本科普读物 在梦境世界中 他们本应是做不可见的内容而被隐藏 就像那些仅有封面 翻开全是空白的书籍一样 然而 无论是兰的解释 还是大厅荧幕中显示的推导公式与证明 看起来都有模有样 他还是第一次在梦境中 看到自己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 这种感觉 就好像高中生梦到了物理学的巅峰 大一同理论般 荒诞且匪夷所思 这甚至让他觉得 如今的梦境世界和最初进入的世界 已变得截然不同 仿佛有什么东西 正在他看不到的地方 疯狂生长 另一点怪异的 则是首席弟子本人 经过加西亚提醒 罗兰才发觉武道家的势力 听觉和反应都要好过常人 兰若在台上和他说话 不只是周围的守备者 就连大厅前两派的新人们 应该也能听到一二 但事实是 当时没有一个人将目光移向他们两人 明明不是附在耳边的低语 却未引起任何注意 当时他还没放在心上 可之后才想起 一个被首席弟子单独关照的新人 怎么可能不引发众人关注 而对方说的那些话 也让他摸不着头脑 好好听我之后说的话 他或许会对你有帮助 讲述轻时的由来 武道家与堕魔者的联系 这些对他又有什么帮助 就算他一心想加入协会 成为挽救世界之人 是否知道这些 也根本不重要吧 种种诡异的迹象 让罗兰对梦境世界 产生了一丝抗拒心理 他打算等所有神法女巫 都进去享受过一次后 就暂时停止与梦境的连接 在神异之战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 还是保险一点好 一下 叶鹰的声音 再一次传进他的耳朵 这回 还隐约带了一股热气 你看起来又在发呆了 嗨嗨 我真的没事 罗兰摇摇头 将杂念抛至脑后 只是最近要考虑的事情 稍微多了点 身体有些困乏 但为什么我觉得 你这句话 有点言不由衷啊 叶鹰坐到桌上 架起双脚 难道 你在梦境世界中和那些女巫 这是不可能的事 他顿时感到哭笑不得 我只是带他们体验了 编不同氛围的美食而已 嗯 这一句倒是真的 叶鹰眨了眨眼睛 露出狡黠的笑容 我也有点担心嘛 那个世界 我又去不了 没办法时刻保护你 万一他们突然发难就麻烦了 毕竟过了 几百年没有知觉的日子 如今好不容易恢复 肯定会想着 重温过去所有的感觉吧 那可是二十多个人一眼 一拥而上 你怎么可能招架得住 越说越离谱了 罗兰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你的这些想法 都是向谁学的 就不能把此份精力 放到学习上去吗 叶鹰眼住嘴 我只是随口一提罢了 如果我有你的能力 那么他一定会大声提醒我 你再说谎 罗兰哼了一声 从一开始 你就打着想要问这个的主意 对吧 好吧 我承认 但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 叶鹰吐了吐舌头 隐去身形 我也是受人之托才问的 受人之托 罗兰还没来得及问是受谁之托 办公室外 已经响起了敲门声 他只好把话暂时收了回去 进来吧 房门打开 一名身形高大的男子 快步走了进来 随后干净利落地并拢双腿 向罗兰抬手行李 一下 铁府向您报告 从碧水港到吴东城 差不多有四五天的路程 一路乘船 至此事件 颇为耗费体力的事 不过在这名异族军官脸上 他看不到一丝疲惫 其双眼中依然透露出 饱满的精神 以及高昂的战役 很好 罗兰心为地点点头 你应该已经知晓 吴东城的作战计划了吧 听布莱恩大致说过 铁府回答道 一军将兵分两路 从东西两个方向收复挥宝 最后越过边境 夹击晨曦挥光城 只是我有一点不明白 你让布莱恩接替我的任务 留在碧水港保护回音小姐 那东部战线由谁来负责 看来还未分配任务 他就已经将主攻方向 扛到了自己肩上 罗兰不由地微笑道 布莱恩经验仍有欠缺 守备一地不成问题 但独领一路大军 还是容易出现意外 所以东线军由你来负责 铁府微微一愣 那西线的攻势 由我亲自来指挥 罗兰缓声说道 第0860章各自的征途 当最后一份统计表 交到巴罗夫手中时 总管长出了一口气 向属下挥了挥手 下去吧 是 后者宫颈的低头行李 离开时 顺手关上了办公室的房门 房间里 只剩下了老总管一个人 他打开抽屉 从里面取出十余张表单 平摊在桌上 再将最新的这一份叠上去 整整齐齐落平 如此一来 陛下出征作战 所需要的物资 就全部齐备了 巴罗夫轻轻抹杀着这些纸张 犹如抚摸少女 稚嫩而细滑的皮肤 上面一排排数字 在普通人看来 如同复杂的密码 可在他眼里 却是美妙的乐章 仅用了一周半的时间 湖东城就完成了 规模庞大的后勤调动 无论是粮食还是金龙 都超过了此前任何一次出征 透过计划书和统计表 他能看到 一艘艘满在小麦的船只 顺着内核向北地进发 也能听到 洒出去的金龙相互碰撞 所发出的悦耳声音 这种感觉 让他沉醉其中 难以自拔 如果要给岳章起一个名字 毫无疑问 唯有力量最为合适 而现在 这份力量 就躺在他手中 任由他把玩 经过三年的积累 武东城所积蓄的实力 已到达了一个难以置信的地步 不单单指军队 而是各个方面 都如此 他在救王都担任财务大臣驻守时 对辉宝各地的财政状况 都有一定的了解 正因为了解这个 他才明白 罗兰 温布顿的成就 有多么惊人 如今流入 武东城的资源 恐怕已经和辉宝其他城市 加起来不相上下 只可惜这份喜悦 没人能和他分享 阿罗夫取下单边眼镜 向对面空空如也的桌子 望了一眼 能够理解这些数字 并从中体验到快位的人 在整个市政厅里 估计也只有北地珍珠一位而已 有时候 他经常可以感觉到 对方和他是同一类人 不过这点遗憾 转眼便消散殆尽 比起独享权利而言 没有什么是不能舍去的 他站起身来 走到窗边 从怀里摸出一枚奇特的硬币 平坍于手掌中 在春末阳光的映照下 硬币表面刻着的山形图案 闪闪发光 这正是三年前 在西境森林中 找到的贡主会灰迹 他偷偷将其保留下来 原本是想着 当教会攻入西境时 作为领主勾结女巫的证据 以换取自己的安全 不过现在 这枚灰迹 却成了他的幸运服 庇佑女巫的陛下是邪恶的 当然不 邪恶的是那些 被陛下击倒的家伙 他们没有力量 却把持着高位 这才是最大的罪行 就算是蛮荒之地的魔鬼 也没有他们那般可憎 好在这样的情况 不会太久了 虽说陛下最终决定 先进攻陈希的计划 会让他期盼的那一刻 晚一些到来 但二十年多 他都等了 再等一年 又何妨 辉宝应该交给 更有能力的人来管理 当陛下一统王国 登基为王的那一天 他也将攀上全力的顶峰 巴罗夫摸着胡子 忍不住笑了起来 今天的 测试就先到这里 你行李都收拾好了吗 艾格莎一边整理实验资料 一边问道 明天就是出发之日 不要落了东西 我没有多余的衣服 也没有需要携带的物品 依莎贝拉摇摇头 平静地回答道 乌东城的生活 比他想象的要简单 除了反复对神识施展能力 让冰女巫观察记录外 其余时间都可由他自行支配 只要不离开外交大楼就行 既无骚扰 也无哲辱 女巫之间的关系与纯洁者 可谓截然不同 他有时候甚至会觉得 艾格莎对他的态度 就和对其他女巫一样 几乎没什么区别 对了 说完后 他又补充了一句 上次的事 谢谢你告诉我 你是说教会的消息吗 艾格莎怂怂间 如果是我的话 也会想着回去看一看的 不管是告别还是了断 不过现在先别说那些 你这样子上路 可不行 算是我的疏忽 我都没发现 你一直穿着同一套衣服 他放下记录本 皱眉走到伊莎贝拉身边 抓起袖子摸了摸 这里都发白了 而且还是冬装 等到天气转热 你打算闷死在里面吗 那不算什么 伊莎贝拉本想说 自己经受过更严酷的训练 但想了想 还是将后半句话咽了回去 此次出征 可不是一两月的事 先不说 路上是不是有条件 让你天天清洗衣服 光是同伴也受不了啊 艾格莎不由分说地决定道 趁着还有时间 我带你去一趟便民市场 挑几件合身的衣服吧 对方口中的同伴 让他微微一论 不自觉沉默了片刻才说到 可是 我没有钱 他是赎罪之人 自然不会像 女巫联盟的成员那样 等每个月得到一笔薪酬 我有就行 艾格莎满不在乎到 当我见你都好了 但我得五年之后 比起塔奇拉数百年的等待 五年 是个很短的时间 不是吗 听女巫打断道 之后的神异之战 恐怕也没那么容易结束 你总不会一直是这样 除非你自己希望如此 说到这儿她伸出了手 所以你在犹豫什么 伊莎贝拉没有回答 她忽然觉得 窗外射进来的夕阳 有些刺眼 在金色的余灰中 艾格莎的身形渐渐隐去 只剩下那只帝过来的手 她低下头 握住了对方的手掌 那一刹那 阳光仿佛和她连在了一起 我跟着你去 真的不要紧吗 安娜躺在罗兰的壁弯中 眨着湖蓝色的眼睛问道 前一阵子 她都忙着安置神法女巫的事情 像这样的两人世界 已经许久没有享受过了 正是因为如此 入夜许久后 两人依旧低语不休 似乎想要将之前所欠下的话 都补起来一般 已经准备这么久了 休息下也没有关系 罗兰抚摸着她光滑的背挤道 再说 这次出征并不全是为了作战 宣传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比如 在大家面前混个脸熟什么的 出席宴会时 身边没有一位优秀的女子陪伴 可不好办 安娜轻轻应了一声后 不好意思地埋下了头 借着皎洁的月光 罗兰在她的脸颊上 看到了一抹淡红 以她的聪慧 显然能明白这番话的含义 在正式场合 作为国王的女伴出场 本身就是一种表态 我曾说过 总有一天 汇宝所有臣民都会知道你的名字 即使你是女巫也一样 她认真说道 安娜没有问出 这样做会不会不好 或若是大家反对怎么办之类的话 而是接没了一会后 用同样认真的语气回道 即使我是女巫 也想和你在一起 无论将来会遇到什么情况 罗兰仰起嘴角 这个回答果然是她一贯的风格 嗯 那就说好了 次日 乌东城的码头边人头传动 搭载着第一军和战备物资的水泥船 还成一列纵队 缓缓离开了赤水河畔 行驶在船队最前方的正式罗兰号 在这艘旗舰顶端 象征着徽宝王室的高塔长枪旗 随风飘舞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乌东城的每一个人都知道 当他们的领主再次归来时 将成为这片大地唯一的王 不知谁先喊出了第一声万岁 之后 整个码头都响彻起了同样的呼声 如滚过天际的雷鸣 一如启程的号角 就在这众人高呼的万岁声中 战争开始了